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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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请坐 谢谢 在今天节目的开场 我想首先给大家播放一段街头的随机采访 看看普通人如何看待韩芷的 我觉得韩芷挺美的 特别有古典韵味 韩芷啊 传统的房屋里经常能见到 地面墙壁上那种普通都是韩芷吧 最近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用韩芷制作的工艺品 比如说首饰盒 台灯等等 好像外国游客特别喜欢 看来普通人对韩芷的印象还不错 说明韩芷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那江老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韩芷 以及韩芷是如何制作的呢 好的 韩芷是以杵树的树皮为原料 通过流动超纸制作而成的韩国传统纸 韩芷柔软润滑 厚实质朴 韧性十足 卖酒性和通气性也都十分优秀 韩芷的制作过程一般分为主要原料的制作 煮 洗 阳光亮闪 焦 打 涂水 干燥 修整等八个阶段 整个过程下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至少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所以我们看到的韩芷可以说是张张得之不易啊 在刚才接采的视频中 有人也提到了日常生活中 可以见读许多用韩芷制作的工艺品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韩芷工艺吗 好的 用韩芷制作的芷工艺被称为韩芷工艺 小的包括化妆盒 橱柜 扇子 电子 蓝棒等家具 大的包括橱柜等大家具 其中既融合了古典美又具有现代气息的韩芷灯具 也是送亲朋好友极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理由之一 听您讲了这么多关于韩芷的故事 真是让我受益匪浅了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您作为韩芷家人的人生故事好吗 好的 我出生在一个韩芷世家 从小就随父母学艺 每个工序都不能马虎 有一次在用刀子剔除树皮杂质的过程中 一不小心割到了手指上 鲜血染红了手套 你看 现在手指上还有疤痕呢 但是 韩芷这做过程中的艰苦和枯燥 让我学会了勤奋 忍耐和乐观 韩芷的得知不意让我学会了坚强和感恩 后来我和我的爱人相识 他也是一名韩芷匠人 共同的爱好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在婚后的三十多年里 我们共同研究 把韩芷的种类从过去的二十多种 提高到了现在的七十多种 布局颜色更加丰富 制作工艺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甚至出口到了美国 您讲得太好了 韩芷里一件人生 我想是您骨子里对于韩芷的热爱之声明走到了今天 最后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 您作为韩芷匠人最欣慰的时候是什么 还有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最欣慰的事情呀 就是在2005年 我和我的爱人被双双评定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那一天 最担心的事情也就是后继无人 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韩芷 热爱韩芷 参与到传承我们传统文化的事业中来 曾几何时 工匠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蓄于不可离的职业 木匠 铜匠 铁匠等等 各种手工匠人用他们精湛的技艺 为我们的传统生活打下了美丽的基础 但随着事业的发展 社会进入后工业时期 一些以现在生活不相融合的老工匠 老手艺 逐渐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工匠精神却永不过时 工匠精神也是遵求极致的精神 其力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金老师 谢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 我获得很只事业生生不新 造福全人类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